大家好,我是陳姐 歡迎回到另外一個頻道 今集我會講一些我自己比較喜歡的室內設計趨勢 Interior Design Trend 這是一對的影片 下次我會講一些我自己比較討厭的設計趨勢 大家應該盡量避免 當然,如果你不是一個追求潮流的人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你按進這條影片就想知道最新的趨勢 今天講的trend都是一些我個人比較喜歡 我覺得未來十年都可以保持 我會覺得你跟一個trend沒問題 最重要是力有上身 因為室內設計不是時裝 不是說換就換 但是潮流的東西我們一定要懂 因為你走過的店舖、打開媒體、IG 他們的作品示範都已經不同了 因為大家都會跟著這個trend去走 你又不需要跟車太貼 你只需要拿個trend的idea 因為每個trend都有它有好有不好的地方 下個星期我就會講哪些trend不要跟 那就開始今集吧 我想在我的名單上 第一個最流行的就是 Statement Stone 主題石 石材從來都沒有在 Interior Design 製造過 90年代 early 2000 的 Granet 黑色雲石、白色雲石 他們在室內設計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很多人會覺得石材會製造?會製造? 有什麼規則?會製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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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前有些人很流行用雲石鋪地下 有些人甚至會鋪牆身 但是千萬不要用白雲石鋪地下 和白雲石的牆身 否則就會弄得像殯儀館靈堂一樣 我記得幾年前有個居屋單位示範 就是白雲石地板、白雲石的牆 我看完後會覺得很獨特 我想說天然的石材無論如何是美麗 大自然是美麗 無論如何都不會過時 而我所說的就是Statement Stone 而我想告訴大家 Statement Stone 將會留在室內設計一段頗長的時間 因為我們有全新的演繹 我自己會認為有幾種石材特別流行 很值得大家去留意和嘗試 第一隻就是Kalakata Vio 很喜歡說這個字 Kalakata Vio 一個法 意大利文 Kalakata Vio 紫紋雲石 一隻大紫色、粉紅色 紋理很豐富的石材 Trafik Teen 中文叫洞石 它本身有很多洞洞洞在上面的石材 Kalala Marble Kalala大理石 2010年開始很流行 很多地方都用了Kalala的石材 現在你如果想用 記得用雅光的石面 Kalakata Vio 早兩三年開始用得很多 你會看到有些人會用在廚房的Kalakata Vio Kalakata Vio 甚至會有些人用來做藝術品 將它做一幅東西 做一個Statement Piece Trafik Teen 洞石本身很有趣 因為它是礦物形成的關係 導致它會有很多些粒粒地點 很多磚在裡面 每一件都不同 是一件不完美的石材 但是這就是受歡迎的原因 因為現在的人開始追求一些不完美 I TH 백 Jac 都沒一個藝術品 這些豐富的材質,大家可能在作品示範都會看到 設計師就是這樣的 我看到一個有趣的材料,想放在自己的項目上用 大家互相引起大家,那就做出一個潮流了 我想現在就是到了一個點 黑白石材都用到滿,但究竟外面有什麼石材可以再用呢? 大家很喜歡Kalakata Viola的獨特性 或者Troflitin,它們的粒粒粒粒好像芝士一樣,多樣性,很複雜 帶給一個很強烈的視覺衝擊 外面其實還有很多很多雲石給大家選擇 如果你勤力的話,記得去雲石堡去選不同的石材 裡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石材 不要讓自己焗陷了,只可以用黑白灰雲石 我的廚房Countertop只可以用黑色雲石、白色雲石、灰色雲石 因為每件石材都是獨一無二的 這個潮流就是自己花時間去找 去找一件適合自己家的Statement Stone、Statement Piece 去Custom-made,變成一件Custom-made的藝術品 trend No.2我覺得挺合理的 都流行了幾年了 不過大家現在開始重視這件事 2020年發生了什麼事,我想大家都會記得吧? 所衍生出來的在家工作文化 一直帶來2024年 沒錯,現在大家都會回到辦公室工作 但現在流行的文化就是每星期至少一兩天都會工作 大家試過工作之後,完全不用跟同事交流 我想這個世界已經改變了 這個習慣可能已經很難改變 很難反過來走 大家會明白,家裡有一個固定的工作地方很重要 即使你不是一個星期五天都會坐在那裡 在疫情時就沒辦法 大家逆來順受 臨時臨急搭個牌 推開所有的東西在餐桌上工作 有些比較簡單的就在沙發上用電腦工作 甚至用電話工作 這些都是2020年當時很混亂 所衍生出來的生活習慣 去到今時今日,大家的生活習慣都改變了 我們的行程可以變得更穩定的 而且這也是未來工作文化新趨勢 大家也注重在家裡工作也需要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 所以在家裡有一個固定的工作地方很重要 我自己在Webham Home很多年了 所以COVID對我來說就不太大影響 不過我就明白到家裡有一個辦公地點的重要性 那個地方只是為工作,那個地方只是為工作 我所有工作需要的東西都會在那裡 我的Sample Swatch、電腦、Printer、畫東西的東西 都在那裡,Centralize 統一在那裡 現在這個新的Home Morphins 趨勢 有些做得很漂亮 它會跟本身的室內設計 統一它的設計風格 有它本身的功能 因為你辦公的地方是要功能的 如果你的地方大,像英國 你可以畫一間房子做書房 香港的朋友住Apartment 就未必可以這麼奢侈畫一間房子做書房 但是你們可以畫一個空間 做專門做事、專門做辦公的地方 對於你們的Productive 工作效率都有很大的幫助 而且整得漂亮的 對於空間規劃、空間設計 都有改善視覺效果 因為你不會再看到餐桌上有部Laptop 然後那邊有部Printer 在一些不應該出現工作物件的地方 出現這些物件形 下一個在我的List上面 就是Texture的布袋 我想上次我講梳化的時候 有跟大家講過Bouquet這種布袋 可能會有些爭議 大家會說 喂陳姐,你又叫我們不要用Bouquet 冷靜點,聽我說 Texture的布袋不是我每個都會喜歡的 要看你怎樣用 白色的Bouquet 我想大家都看到難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很悶 但在現在流行的奶油家居風格裡 有些有趣味性的Texture的布袋 的確可以增加視覺觸感 令到空間變得更加有生氣 甚至有些是有顏色的Bouquet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 又或者早兩年很流行的Shipskin羊皮 可以的,Vegan的朋友 我聽到你們的控訴 Peter不關我事的 但這件事 這個是潮流 早兩年我聽歐洲廠說 他們完全不夠羊皮去做他們的傢俱 他們說歐洲羊的羊群 完全跟不上他們的生產進度 是不夠羊去做傢俱 是的 又或者市面上 有些不是動物生產的Product 他們這些3D立體積出來的布袋 很適合在現在流行的奶油家居裡出現 因為他們可以在中性的家裡突出 作為一個坐著一塊羊皮的人 我覺得在一個這麼中性的環境 有些這麼立體 質感這麼豐富的Upple Street 或者Soft Deco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因為我告訴大家 我是在玩有趣的組合 我們是有想過、度過 經過深思熟慮所作出的決定 而不是麻木地跟大眾選擇一色一樣的布袋 只是選擇不同的顏色 我知道我大部份的觀眾都比較喜歡 日本D、日式、奶油風格 所以我真的建議大家選擇一些豐富質感的物件 布袋去highlight自己的家裡 是的 它會混合了一點點家裡的顏色 但是會令家裡更加固執 因為它把差不多的顏色拉在一起 你不會覺得很平實 因為你玩的質感 你會用一個有趣的方法去迎接這個潮流 下一個我想說的就是一種裝修物料 就是Selich Style 它是摩洛哥的一種手工瓷磚 它已經有幾百年歷史 一直沿用到現在 如果你說這個trend可以耐用很久 這個就耐用了很久 你不可以用塑膠或者阿膠 去比 因為它們只是發明了幾十年 Selich Style 它本身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 它再次流行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為它有一個很 很不完美的表面 質感和形狀都是因為手造 你知道吧 人手造的東西 不可能每件都一模一樣 不可能完美的 但是每件不完美 每件不一樣 它拼湊出來的牆壁 就像一件藝術品品 現在很多人都會找一些不完美 有些鄉村風格的感覺 如果你真的要買摩洛哥磚的話 在香港買我看真的很貴 加上是Shipping 外面坊間都會有一些大量生產 一種廠製造的 Silage Style 都可以做到差不多的效果 都可以扮到人手做出來的感覺 我自己都覺得很漂亮 所以這種 Silage Style 或者仿 Silage Style 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不完美 有時候有些地方會沒有那麼反光 或者你細心留意是有些有漏漏的 太陽照射下去會更加有生命力 因為每一件都不同 反映出不同的光線 但它就會令到空間更加有層次感 尤其是若你是一個很簡約的空間 欠缺了某些東西 這種磁磚就可以填充空間 比設計更加有趣 因為有時候玩光影質感 都是一種設計手法 付得起錢買Premium摩洛哥的出品 當然是好 因為它們完全手做 它們可以力有上身 可以用很多年 絕對是一個很好的投資 但就算買仿製品 我也覺得很漂亮 因為你貼上場 根本就沒有人知道是哪裏出品 其實除了經典的正方形 坊間還有長方形 我在香港建議的project 多數都是用長方形 可能香港的廚房比較小 廚房或者廁所 用長方形就可以拉高拉長的空間 做到一個比較好的視覺效果 今天最後一個想說的trend 就是胡桃木 Walnut 我們經歷了十幾二十年後 淺色木的北歐設計 淺色的木地板 淺色的傢俬 所有東西都很漂亮 這個也是符合北歐經典設計 符合它永恆的設計概念 很受歡迎 我自己都很喜歡 我亦都不覺得它會完全失敗 但是我看到過去這一兩年 無論室內設計還是傢俬 我們都由很淺色的木 慢慢移動去 mid tone 甚至深色的木材 深色的木 好像take over 了整個趨勢 不過我想強調 木材怎樣都是漂亮的 你怎樣都會在家裡用得到 因為它是一個永恆的物料 差在你用什麼顏色去express你的設計 無論深色木好 淺色木好 它都有各自的美感 即是你帶紅色的櫻桃木好 還是帶啡色染色出來的橡木也好 它都有各自的美感 只不過潮流就好像cycle 輕完一款又輕另一款 我現在感覺到市場好像叫糊塗木回來 竹尖竹尖遠離淺色的木材 我再說多次 淺色的木材是沒有問題 只不過大家現在追求一種 文理較豐富較 elegance的深色胡桃木 雖然你看不到我家裡有太多的胡桃木 但胡桃木的確是我自己最喜歡的一種木材 因為它所提供的文理、顏色 是橡木、畫木這些淺色的木材 完全是另一種層次 無可否認胡桃木的確比較昂貴 價錢很premium 同一件架絲 如果你用胡桃木和橡木相比 胡桃木可以貴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左右 因為橡木的樹幹比較大 有些可能北歐的橡木 可能幾個男人才攬得到一棵樹 但是胡桃木相對上 它的樹幹只有這麼多 它可以用到的木材相對少 比較珍貴 所以導致它的價格和成本都比較昂貴 所以你會看到我家裡沒有太多的胡桃木 就是這樣 胡桃木除了華麗和優雅之外 它絕對不會過時 近這幾年很流行用胡桃木 做一些茶几、餐桌、餐桌、TV bench 甚至有些人會用胡桃木做paneling 或者一些built-in的裝置 我自己看到胡桃木或者深色的木材 在未來十年真的不會延伸 木材真的不會那麼容易過時 像十年前大家趨之若霧的淺色帳目 到現在仍然很好看 只不過我們現在移動到一個深色的木材 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下一次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些不值得跟的趨勢 因為我看不到這些trend 是會流行多過兩至三年 一些不維持的潮流 我們就不要跟了 如果你有興趣聽的話 記得留言交易告訴我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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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